小米走了 所以接下来在场上 我们要来寻找一下 本场的第二位挑战者 深入人心 好哥好 小米好 欢迎你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罗小刚 我是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 来自于成都人民广播电台 我如果说从实习生开始算的话 做到现在19年了 好 欢迎同行同行 幸会 幸会 那个节目是什么样类型的 我那个节目叫小刚方言 节目里边除了有路况 然后也会有历史 百科 然后趣闻 新闻 各种算是包罗万象了 20年做这一件事情 是不是也很不容易 其实这个节目能够坚持那么多年 可能最大的一个原因还是听众 其中特别说到一位老先生 他有一次拍着我的肩膀说 小伙子 祖地儿穿得下七里东西 哎呀 对 我应该沉下心来 挖点深度 我后来就做了一个新派评书 我讲的一些 我能重来 我会选李白 就李白是我们四川姜油人 他从小是在我们姜油池上 姜油的肥肠长大的 他其实的很多诗作的创作 应该是拿四川话写的 用你们的四川话把它给来一段 他老就来了 这不见高唐明镜 北北法 照入青丝 莫陈雪 人生的已虚景环 莫是金尊空对月 天生我才必有勇 千金三金换福了 这有意思 其实确实它有一个四川话的韵轴 会朗朗上口意思 哎 你用西安话说说 说不定也适合啊 我忽然忘记 我的方言要怎么说 我应该读陶渊明的诗 为啥读陶渊明 因为陶渊明在我们那边的南山下 来来来来 蔡菊董黎哈 勇然奸南闪 永生之夜产一蛇 永久之夜产一夜 何止别见 好的 小高 他是一个非常欢乐的朋友 经常给大家带来这些 有意思且有意义的节目 今天来到了我们 一战道解的舞台上 是时候展示你真正的实力了 先开观点词版 妙手回春 觉得是个医生 现在几位选手都有想选 夜夜声歌是唱歌 我觉得抱着吉他的相 他吉他的相嘛 是不是 对 独孤求败肯定是那个 龚玉阳老师 也有可能是这个姐姐 现在单身啊 比较孤独 孤独不应该求败啊 孤独应该求偶 我一直对医生这个职业很好奇 好 你想选妙手回春 我是一个有病的人 我要选医生 亮手回春 来 请揭晓 黄洁丽 大家好 我是黄洁丽 我是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大学老师 技智多好 我除了给学生们开设财务管理和财务分析的专业课之外 还给研究生和博士生开设了一门职场形象与商务礼仪的课程 在课堂上教同学们从头到脚来管理自己的形象 来看一下照片 这是改造前和改造后的对比照 这俩是一个人吗 改造之后他们说这不是变形是换头 这位呢 她是一位我们学校的女博士 她跟我说她从来都没有人追过 也没有人表白 我帮她改造了之后 两天以后就很激动地发微信给我说 老师今天我们同班同学居然给我送他们家的图特产 我们黄老师不仅是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博士 会计学博士后 也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会计学院的研究生导师 是一名大学教授 不过黄老师就是在大学里面 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本职的课嘛 为什么一定要开这门课 是因为我观察发现有很多同学 在课堂上表现很好 考试成绩呢也很棒 但是在找工作或者是进入职场之后 发展并不那么理想 很大的一部分就是 他们可能不太善于管理自己的形象 所以呢就做了这样的一计划 而且呢经过我改造的同学们 很快就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另一半 还有的人变得更加自信跟阳光了 所以每次看到他们的改变 都让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并且为之不懈地努力地坚持下来 康德曾经说过美是一种无目的的快乐 我们打扮的漂亮美丽 其实给人带来的就是一种 开心和快乐的心情 对 在我看来呢 我们老师的天职就是传道授业解惑 可以给大家传递的是专业知识 但是我也非常地乐意去传形象之道 受礼仪之夜解生活之祸 帮助大家找到更好的自己 相信你也是很多学生 心目当中那个最美的人 在生活当中我遇到黄老师这样子 优雅端庄的知性美女 我都是会很绅士地帮她拉椅子 就是为了有一天可以心安理得地 把她PK下去 您是一位非常有坚持的人 而我也是同样有坚持的人 那么在这个舞台上 就看我们谁能够坚持到最后 两位新准备 来 加油 答题开始 国际足联宣布 2022年将在哪个国家 举行首次冬季世界杯 实际上说的这个世界杯 肯定都是在夏天举办 但是因为这个城市实在是太热 大家都不想在50度的高温里面踢球 这个地方就是卡塔尔 这个符号是哪种货币的符号 100个单位的她等于1亿美元 所以她是每分 景德镇的三旅庙 是为了纪念哪位处国名人而建造的 路漫漫期休闲西五 不将上下而求索 这个是三旅大福 那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屈远 秦始皇陵位于陕西省的哪座山脚下 我当时去小敏的故乡西安玩的时候 当地人民跟我说 这个地方是一个聚气之地 它就是离山 风水宝地 1973年 作家三毛与丈夫何希在什么地方公正结婚 说到三毛就会想起来她那个著名的诗句 那就是说的是我没想起一次天上掉下一粒沙 后来就有了撒哈拉 这是哪个世界著名度假酒店的内部标志性装潢 她是威尼斯人 在矿木学中 用数字一到十来表示硬度的模式硬度表 其中硬度为十的是哪种宝石 用探同一个成分的金刚石 毛笔制造业中所说的九子一羊二子八羊指的是什么含义 位于五岳广场内的玫瑰宫的是哪个国家的总统主 那就是阿根廷 因经济发达而赢得欧洲小福美誉的是哪个国家 这个国家的首都都柏林有欧洲的硅谷之称 它是爱尔兰 日本的哪个政府机构的名称取自点及上书中的词语 后生劳动者 传说拥有高度文明的古老大陆大西州又被称为什么 亚特兰蒂斯 戏器官改造的自泛钢纹火是现代哪种常用武器的雏形 应该地雷是踩上去的玩意儿 我选择 走 碧雷 对了 碧雷 朱元璋曾在其麾下大脚马皇后的义父是哪位圆末起义军领袖 她就是圆末红金军的领袖郭子欣 这种位于故宫红墙上的实质门洞最初是用来做什么的 这些实质门洞在故宫的红墙上 她这个洞如果储物的话应该会淋着雨但是可以放兵器 如果直搬的话不该是那么长一溜我选择除 好 分识的倒是蛮有道理的 非常开心啊 能够在我们这个舞台上遇到有同行 能够我们带来这么多有趣的节目 其实最有趣的还没有表演 我写的一首歌曲它叫 再见 好 让我们掌声恭喜黄老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你所获得的奖品 是48英寸4K智能电视机